大家好,我是CellCell 上一期视频我用50毫米镜头挑战拍摄Vlog 有的观众建议说是用35毫米镜头来试试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用这支Olympus M-System GZRICO Auto W 1比2.8镜头来试试看拍摄 这么长的名字都是写在了镜头的正面 这支镜头光圈范围从2.8到16 使用了6片光圈液片 做工细腻对焦手感顺滑 最近嘴角距离30厘米 很适合拍食物 而重量只有170克 长度也比较短,很方便携带 在索尼机上使用 需要准备一个OM-NEX转接款 今天我们来一起喝杯咖啡 这家咖啡店在天摊南北的西边 一个小胡同里面 这家店叫做散步去 读名于谷口之郎的统名漫画 仔细看的招牌上还放了一排咖啡豆 平凡一天自在独行 正好是我今天的状态 那么就多喝几杯吧 天花板是深色的甲板一样 整个店内就是黑白与木色 搭配几片绿叶点缀 今天我坐在靠门口的一角 一盏台灯,一个香薰蜡烛 感觉也是阅读的好地方 我先喝了一杯SOE浓缩咖啡 这杯咖啡油脂细腻厚实 酸味浓郁而不刺激 果香似义 不过呢,因为我和同在店内 也用索尼相机的客人聊嗨了 也就忘记了拍图和视频 第二杯是埃塞的西达摩 刚一入口就很顺滑 老板还贴心提醒 中低温室可能更好喝 于是我选择先喝几口 然后放凉一些继续品尝 再来说说老镜头 自从索尼发布了全画幅的A7相机后 其超短的法兰具 让很多老镜头焕发了第二春 而我手中的是第二代的A7 配备了机身防抖 拍视频也更稳了 使用手动对焦镜头 可以精确控制焦点 即使虚焦了也不会差太多 不像自动对焦失败后 拉风箱或者是快速跳动焦点 给人带来补月 第三杯我要了经典的拿铁咖啡 拿铁是奶的意思 拿铁咖啡自然就是加奶的咖啡了 一般情况下拿铁咖啡会附赠拉花 虽然拉花不影响口感 但好看的拉花可以给一杯 原本就好喝的咖啡锦上添花 一杯拿铁咖啡 要有好的浓缩咖啡作为基础 随后用咖啡机的蒸汽棒 把空气带进去 让牛奶旋转 加在同时把气泡打棉 要想做出好看的拉花 打奶是关键 奶泡绵密 温度合适后 就可以开始拉花了 先以比较高的高度注入奶进行融合 随后降低奶缸进行拉花 这次咖啡师做的是推花 用多次注入的手法 把每次的注入推开 做成这种手法独特的画形 这次我终于没有忘记拍照 这杯拿铁 奶香四溢 坚果风味浓厚 实属一杯优秀的拿铁咖啡了 那么今天的35毫米镜头 Vlog挑战就到这里了 你喜欢35毫米镜头吗 这期视频是否又对你口味呢 请发弹幕和留言一起交流 我是搜搜 我们回头再见 拜拜